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你好 各位 我叫Viper 由汗車到現在大約兩年 其實還未到兩年 我第一架是日本的700cc 街車 由汗牌的時候已經購買 我覺得街車好像舒服點 821其實會適合你有了一定的路面經驗 不只是說電單車 控制電單車的技術 還有你開始對自己有要求 對馬力也有去追求的這種人 會比較適合 如果新手少於一年駕駛經驗的話 其實我會建議他買797會比較適合些 他第一盤牌會再高一點 馬力也沒有那麼猛 大約是74、75匹左右 相對是比較容易駕駛的 綜合很多東西加加賣賣 就是我買821的原因 第一 車胎用到Warsel 3 又有彩螢幕 又有Bangbo M4 Bally 那條喉聲其實原裝我也覺得很滿意 也有Quickship這個東西可以選擇 馬力各方面整體我都很滿意 當你需要馬力的它已經可以絕對給得到你 但它又不會太過瘋狂 以現在這部車的匹數 已經超過100匹的車 在香港的這種馬路 其實已經很足夠 到達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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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관ل